亚太季台湾永续行动奖将在8月8号颁奖 此季的安美专案获得了台湾永续行动奖金奖的肯定 而健康故事屋获得赢奖 以安美专案来说 这项计划2020年的3月开始推动 强调的是安稳家园美善社区 志工走路偏远社区替长辈加装安全的扶手 照明设备避免他们跌倒 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长辈需要关怀 于是就变成了长期的陪伴 如今 善德足迹遍及到全台湾22个县市 连离岛都有服务 落实亲帮亲 林邦林 装设一只扶手前后不到10分钟 但对80多岁独居的毕霞阿嬷而言 是珍贵的贴心 真的吗 可以 可以可以 这挺好事的 可以啊 这有着很方便吗 有 我很好吃 很好吃的 做人 correctly 眼睛就会穿老了啦 手上脚打 腿老厨了啦 吃高兴啦 目前几千只都忘记了 数不出来了 数不出来 真的很多很多 真的 独居大坑山区 85岁的徐秀阿嬤 也因为安美计划 为她打造厕所浴室 让她的生活比较舒适 要帮忙照顾 好 家里有好事吗 很赞 很赞 有方便吗 有啊 有啊 欢喜 好 你自己要照顾好 对了 双老相遇 此季从2020年3月开始 推行安美计划 直到2024年6月底 志工足迹遍及全台 22个县市 259个乡镇 修缮完成8300多户 参与的志工超过 6万1000多人次 还飘洋过海 来到离岛 这里是妈祖 连江县北甘乡 这里可以放下来 然后师姑师伯 收集完货之后 会搭着船 然后载着他们的工具 然后做我们讲的跳岛的方式 然后进到离岛地区 改善居家环境 只是一个起点 深入社区后 发现更多需要 不管是经济或是医疗 甚至协助孩子安心就学 这样的一个用意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所谓的青棒青 零棒银 然后再 也是类似一个 所谓大同的世界 因为安美的缘分 进入社区 看见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安稳家园 美善社区 已经是现在进行事 大爱新闻 杨俊廷中江坡江丽君 总和报道